作詞曲 李宗盛 嘩!野豬四圍地走 又不怕人 它的出現有時甚至會破壞農田 令農友喧失慘重 平均一個星期一次 野豬來的時候 野豬會一家四五口 豬公、豬媽媽 捕捕三至四隻小豬 主要是吃番薯、芋頭、木薯 但在吃的過程 它會混合其他不吃的食物 可能吃了三成左右 其他七成都會被它搗亂、翻轉 其實漁護署去年接獲野豬滋擾的投訴急增 由738宗 較前年增加2成7 處方多年來 都是以自願人士組成的野豬狩獵隊 處理有關問題 必要時更加會獵殺野豬 不過去年處方就暫停狩獵隊的行動 同時推行野豬避孕試驗計劃 推行至今大約半年來 避孕的野豬只有16隻 關注團體就說 目前有關的避孕計劃 成效緩慢、透明度不足 促請處方多方面地採取措施應對 避孕可能是一個權宜的方法 還有其他方法 要配合衛免局局的動作經濟上的修改 或者教育的市民 教育市民去人豬共用的理念 其實都應該去不同的軌道 同一時間去推行才有效 越護署說會密切監察避孕的野豬 兩年後有關試驗計劃完結了 會就計劃成效進行詳細評估 如果收到野豬的投訴 有需要時會派出獸醫 用麻醉槍協助捉野豬 並將牠放回郊野山林